长期在外面旅行,洗澡确实是一个大问题 今天上午就是因为这个洗澡的事情 跟这个阿姨吵得真的是不可开交 然后我就准备把我正常的这个 食欲帐篷拿出来搭着了 其实这个东西我一直都是带着的 只是说没用几次吧,没用几次 然后你看见没有这个水晒着的 诶,菜弄好了吗 我再弄 炒几个,等一下吃完饭再弄吗 我先搭着吧,搭着晒着 你还炒几个菜 你锅里面还有吗 还有个汤 行吗 等一下再弄,我想到那边小河里去看一下 那边有个小河 什么 等一下再弄,我想到那边小河里去看一下 那边有个小河 小河 看什么看 去看看那里好不好 那里太阳这么大,肯定那个水也热的 去看一下 这个水一直在流动,这个水很冰的 冰的,但是太阳那么大 那边有阴的,那边没阴的 唉 水我晒着的,然后就等一下洗澡啊 嗯,然后 这里,就晒了两桶水 这个,这边紫外向很强 大概,大概两个 两个小时吧,大概就能 就能洗澡 然后这边啊,就是昨天来那些车 全部全部走了,路营那些车全部走了 然后这里来了一个本地的 他们本地的都是这样子吃吃饭啊 反正 呃,全部坐在一起,坐在地上,然后带着东西过来吃的 然后那边又来了一个 就是,刚来不久的 一个,可能是车友吧 也是露营的 看样子,因为天目搭着的 然后门口垃圾车 门口垃圾车,它不是露营的 它是停下车了 因为这个,你看那个车,车走了没有 这个,马路外面 这,我这里到卢谷府的湖 大概就,呃,五十米吧 这出去就是 嗯 然后我们就是找到这一个很好的地方 来,再给大家看一下 我就开始搭洗衣帐篷了哈 我们在这里 是因为这里有水 这是我们昨天弄的 本身就是跟这里一样 跟这外面一样,比较这个的 然后我们把水沟把它给弄了大 弄了一个,相当于说水池在这里 这就是选择重要的原因 还有就是这里 因为我们昨天 昨天到这里的时候 是五点过一点嘛 只有这里是不晒太阳 外面特别特别晒 所以说现在在这里 但是,看这个太阳的走向的话 我感觉等一下 我这个车都晒不到太阳的 现在,嗯 上午的时候 它这个帐篷都晒太阳 现在不晒太阳了 嗯 然后我现在 现在开始搭啊 搭这个许一帐篷给搭起来 搭起来让它晒着吧 你看这些地方 我现在在哪里洗啊 又要去河里洗吗 河里洗吗 河里洗吗 是挺好的 我和你这么说 去看一下吗 看都没看过 你怎么知道 河里洗 水太阳了 看不看这个水都冰 我跟你说 因为这个是流动的水 这日中午大太阳晒一下 肯定很热的 要不要去宾馆去 去宾馆 这里放掉野外 哪里有宾馆 哪里放掉野外 出去就是 出去就是 反正不方便 现在就算搭好了 你哄小孩啊 那里这么可以 你搞的什么 蒲公英 哎呀你烧这个汤 还放蒲公英 这个是熬水喝的 蒲公英 你这样子搞 你搞的别把我 我堵害了 你 你想干什么啊 你想害我吗 啊 来给大家看一下我这个洗衣帐篷 还是很大很大 它这个是1米5的 你看 1米5的特别特别大 我以前用这个帐篷 就当个厨房 大家朋友们 我们现在就开始吃饭了 然后吃了饭 然后 谢粉 就可以去洗澡了 因为我那个桶 晒了凉桶 给她的问一下 我看它好像不大洗 这个铲子 你把它拿着带来干什么 不大洗 谁好大 跟你说里面空间很大的 那没点水 因为它头一块都洗不干净 我的筷子呢 那么点水 水不少了 我跟你说 反正不行 我感觉不行 而且在这个地方洗澡 我觉得很别扭 那怎么别扭 外面的它也看不进去 那也别扭 我说饭又热又累 老伯 我说饭又热又累 老伯 我说饭又热又累 我当时先吃点汤 然后点汤 烫不烫 我也想吃点汤 不烫 吃到饭 我们先一会 然后就去那个 那个水就可以晒好了 可以洗澡 那个 那个大桶的你写吧 你说水不够 那小桶的我写吧 小桶都是10升的 10升水够洗了 我跟你说 不够 我不要 那两桶都给你洗 我再晒一桶 不要 你先到小河里去看一下嘛 小河里面看 看一下要是不能洗的话 肯定是不能洗的 水很冰的 那就去宾馆 去宾馆 宾馆不方便 挺远的 我都知道很近 知道很近 这里过去不是电视的吗 这里过去 你走路 你起码要走半个小时 这样 这样好了 先去小河看一下 如果不行的话 就听你的 还没有给大家看菜子吧 我给大家看一下菜 嗯 这个火太小了 番茄蛋汤都不好 火太小了 你自己不开大 这个是 反正 土 你说是土豆是也可以 说是 这个胡萝卜是也可以 这个是一个 反正什么瓜炒的一些洋葱之类的 还有一个汤 嗯 洋菜一汤非常好是吧 那我们先吃饭吧 吃了饭 然后再去 我们再说嘛 你看嘛 你就是这样子的 啥 早上 上午 不是早上 那早上一起做了 早上你就 搞这些锅碗瓢本 搞得 砰砰砰砰砰 然后 之后呢 又弄好了之后 又叫我吃东西 我跟你说过好 我跟你说过好 都是我不吃早饭的 所以说以后你就还是不要叫我吃早饭 然后之后呢 我吃了之后 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突然就说那个 在路上又没有吃好 又没有睡好 啊 有店呢 也不去住 然后然后洗澡 洗澡也闹得有点不愉快 看你现在挺开心的嘛 就这样子洗了 他都觉得你很搞笑 我就是早上就叫你了两声 你就蹦蹦蹦 就长张紧了 我是说你做饭的时候 那蒲公英有点 蒲公英本身就是苦的 我跟你说了 叫你 这蒲公英你熬点水后可以 这到处都是蒲公英 你不要放在这些汤里面 换完个 那你自己吃 你自己吃 现在水热的差不多了 来洗澡吧 去洗吧 我们不去外面洗吗 我还是想去外面洗 不去吧 就在这里 这里洗嘛 帐篷这些都搭好了 这外面洗 你要走很远的 哪里走很远 这不是这里弯过去就到了吗 那走路还是要走走挺久的 我们又不要走路 去宾馆洗吧 我不习惯 哎呀 不习惯 要不然我先洗吧 我洗了你洗吧 嗯 我跟你说 我们就是用这个 这个垃圾桶 我才不要那个 我跟你说这个垃圾桶是干净的 我不要 你看嘛 这个垃圾桶 你这个盖子我拿下来了 这个 这个垃圾桶 这个垃圾桶一直都是 放干的 比如说零食袋子那些的 然后这这你看挺乖的 然后把这个盖子拿下来 拿下来 你就可以洗了嘛 我要晕倒了 你别说了 又没有叫你用这个 这个是生活垃圾 这个是装这些 我不管什么 我把垃圾桶种制了 哈哈哈哈 我要哭了 那你那你等一下拿那个盆子 那个洗你那个折叠盆子洗 啊 你这样子 嗯 你就反正倒倒满了 然后你提凉涂水进去 反正倒了洗了 然后你又从里面倒水就可以了 行吗 然后 那我就先洗了 我拿这个就就拿这个垃圾桶洗 这个垃圾桶干净的有个啥 从来都没有放过湿的东西 都是那个零食袋子拿洗 就用这个垃圾桶洗洗澡 我先在外面洗了头再进去洗吧 哎呀 现在把头洗好了 然后就进帐篷去找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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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洗好了你去洗吧 嗯 哦 衣服没有放 我先把衣服放 水冰吗 哎 你衣服放放那里 我帮你洗一下 不用不用不用 刚才搞了 放衣服 嗯 我帮你洗吧 嗯 你看你拿这个洗有什么吗 我刚才就是 不要不要不要 帮你把水冰进去 你不用不用这个洗吗 嗯 哎 哎 这里面凉凉水都可以啊 我都给你拎进来了 好谢谢啊 我没用完的 好 谢谢你 好啦 你去洗吧 你去洗吧 好吧 这个吗 哎 我刚才洗了一桶多一点点嘛 嗯 嗯 因为我洗头和洗那个 才那个小桶一桶多一点点 我就搞不清楚了 这个桶 这么干干净净的桶 为什么不能用 哎 这个垃圾桶 平时我们都是用 就是 放零食之类的 因为它特别特别干净 我跟你说 它比 什么都干净 然后我就把这个盖子拿下来 嗯 这个小黄鸭嘛 把它拿下来就可以用了嘛 你看就这样子 平时就是装干的 你还 你可以洗啊 我的皮圈忘记拿了 嗯 平时就是装 装零食袋子这些啊 然后我那里还有个垃圾桶 给你们看一下 好像刚才给你们看了 这一个垃圾桶 这个垃圾桶 就是装厨房垃圾的 所以说是干丝两用的 为什么不可以 然后那个盆子那盆子 装水太少了嘛 我们也没有桶 好你洗吧你洗吧 这边这个 温度哈 就是白天 差不多15度左右 白天整个白天15度左右 然后 早晚的话 就10度左右或者10度以下 早晚的话我都必须穿大棉袄 不然的话 会很冷 还有给大家说一下 很多人说 说我这个头发 很久很久没洗了 你们看一下 等他洗完早出来之后 然后 你们就可以看一下我这个头发 是不是跟没洗一样 就等他洗完早出来 然后 现在 我相机一直放着的 洗好了吗 洗好了吗 我说我这里不行 啊 洗的这么难受 洗的这么难受 一点都洗不好 我是小明 在这里将记录下 我们这一路的旅行经历 和精彩故事 愿意与您分享 啊 喜欢到朋友 请帮忙点个赞好吗 感谢观看